竹语的推动与传承需要每一个竹人一起来努力 为了推广竹语学习 达人乡公所从108年开始设置了竹语认证奖励金 最高有6000元的奖金 是县内奖励金最高的乡镇 光是去年就发放了约12万元 成效相当的不错 乡公所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乡民 一起来附赠竹语语言文化 民众拿着竹语认证考试合格证书 到公所申请奖励金 为了附赠推广竹语学习 达人乡公所设立奖励办法 希望提升报考医院 除了跟长者们在工作上有一些的 必须要用竹语去沟通 所以考这个竹语认证 对我们原住民身份的朋友来说 在工作上也有加薪 然后让自己在部落里面 可以发挥到自己的竹语 然后去认同自己的竹语 达人乡公所108年开始 推动竹语认证奖励制度 只要涉及乡内买4个月 或是在达人乡内工作的民众 拿着合格证书跟相关资料 到公所申请 最高有6000元奖励金 是台东县奖励最高的象征 学习上保存上传习的各个面向的工作 能够透过乡民的参与来更加把我们的竹语的文化能够保留下来 然后能够学习这个竹语书学的方式 除了听把它记录下来 在传承的工作上我想应该会更有效 去年底组于认证考试的合格证书已经陆续即发 公所表示民众申请奖励相当踊跃 去年共发出近12万奖励金 希望鼓励更多人加入语言传承行列 为语言附证尽一份心力 就讲解大人相报道